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 早上的10点 11点09分 跌352点 哇 这个行情真的来回震荡太剧烈了 昨天是从开低200多点 一路涨上来 涨了140点 来回震荡 昨天是400点 对跌点跌起来400点 今天却是开低 又跌了目前最多358点 今天预估量4562亿 量也蛮大的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走势呢 昨天已经大逆转了 今天为什么又开高走低 我先跟大家谈一个情况 这是我长期观察的一个现象 好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是呈现下跌的 道琼跌382点 1% 1%其实对台北股市来说 大概就是160点左右而已 也不是说很多 那达克跌0.8% 费腾包体跌了1.4% 我昨天有特别看了一下 所有美国股市涨跌幅的股票 那平均都很平均 涨跌幅都在1%以内 涨大概也是1% 跌大概也是1% 跌到2%的公司就相当少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平均小跌 大盘跌1%可能会觉得蛮多的 可是个股如果跌1%呢 那就很少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普遍都是 小跌小涨1%的一个内容 那很多人看到美国股市跌 紧张 神经又起来了 那昨天欧洲股市的部分 你看德国是涨44点 英国是小跌 昨天英国是小跌0.1% 所以欧洲股市 没有被美国股市给一起带下去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因为昨天亚洲股市涨嘛 对不对 那今天亚洲股市 南韩跌1% 日本跌0.6% 香港跌1.8% 大陆股市大概跌 上阵跌0.9% 深阵跌0.2% 那我们跌到2% 我们是流最多的 我们跌最多的 所以信息问题 还是台北股市主要的问题 那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 我长期观察的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全球是这个地球村嘛 在地球村的结构之下 全球股市原则上是同步的 涨一起涨 跌一起跌 涨一起涨 跌一起跌 所以当大盘有一个很明显的 方向趋势的时候 不管是上的趋势 或者是跌的趋势 全球都会同步 可是会出现一个特殊状况 什么特殊状况 当行情进入盘局的时候 那么大家的步调就会不一致 当进入盘局的时候 那大家步调有的起 有的路就不会有同步性 只要长期观察 全球股市的一个结构跟步调 好 那今天回到这里来了 最近美国股市一直在涨 对不对 最近美国股市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直到这两天 昨天美国是回档第二天 最近美国股市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那这两天 昨天回档第二天 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纳达克也是一样 那欧洲股市也是一样 欧洲股市最近也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那这两天脚步才稍微停下来 这是英国 这是德国 印度也是 印度最近也还在创历史新高 到昨天为止 印度股市都还在创历史新高 到昨天为止 印度都还在创历史新高 可是在亚洲股市的部分 最近的行情却开始跟美国 欧洲步调不一样 亚洲股市却开始下跌 对 从南韩到日本 日本当然今年已经从 跌到今年起涨点了 对离结婚就开始一直都要 那香港当然就不用讲了 因为香港这种地缘政治的关系 所以香港本来 这个参考价值就比较低 因为政治性的因素 那大陆股市也是一样 大陆股市其实最近都还蛮稳的 那最近两天开始下跌 那台北股市 你要美国跌两天 我们已经整整跌掉一个月了 我们已经跌掉一个月了 从高点18000点 到今天16500点 我们已经跌掉多少 已经跌掉1800点了 已经跌掉1800点了 所以很显然的最近这一个月的行情里面 美国 欧洲 印度是往上创新高 直到这两天才下来 那亚洲股市已经开始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走低了 所以全球股市正好是呈现两个方向 美国 欧洲 印度往上涨 亚洲股市往下走 这很明显步调开始不一样了 那这种不一样的现象 整个行情 国际之间的行情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一个大的区间 如果是大方向同步 那涨跌都会同步 那如果进入开始 大家步调不一样 有的起有的路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盘局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全球股市 很明显会开始进入一个 比较大的相形区间的走势 所以开始进入一个 大的相形区间走势的时候 所以美国创新高 欧洲创新高 台北 台北股市 南韩股市 日本股市 这些亚洲国家去往下走 所以既然是一个区间行情 那么就比较不容易再出现像 之前像五月份 一跌完之后直接一路涨 这样懂的是什么 所以既然这里是一个区间行情 那么昨天大涨 今天打下来 这个行情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震荡走高 不是一路上去 因为不是多头结构 是一个整理的结构 大的区间整理的结构 所以这个行情 昨天开低走高 今天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目前指标很低了 目前日线指标已经很低了 包括很多个股的指标 都已经在低档区 所以这个行情今天在拉回做第二次落底之后 那么渴望 明天应该还是有再回头的机会 可是整个行情已经不像之前这样子 强势的多头攻击已经不是了 因为国际之间的步调不一致之后 会变成大相形 所以这些行情该来变成震荡走高 涨退再涨再拉回 用这种震荡的方式上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你在操作上 看到涨就不能追 懂意思没 有打下来你可以接 然后拉高可以崩高慢 所以这种行情以低接为主 不能追高 那今天行情目前指标很低 所以随时注意 短线的一个跌升 转折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成交量 预估有4581亿 那4581亿里面 电子股占了43% 所以今天电子股量很少 严重失血 那严重失血很显然大家不敢买 因为看到什么 看到台积电 看到台积电昨天跌 今天也跌 昨天大逆转的行情 对楼240点 260点 变成起140点 昨天外资是没有买的 外资昨天小卖40几亿 那融资是小增加 十几亿的 所以可见的昨天 当冲占的比重很高 打下去开始上来的时候 当冲搭去把它推上去 那有些人昨天找盘认赔之后 尾盘又追了回来 所以融资昨天小增的 那昨天外资没有买 也让这个盘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行情要往上攻 似乎没有那么轻松 还会再打下来 那昨天台积电很弱 今天台积电又跌13块钱 所以大家看到台积电的弱势 看到日月光的弱势 所以导致于今天 大型股就相对来的比较弱 那今天很明显的 多头两个攻击的指标 群创联发科 昨天带头动 今天直接开出低盘来 那也代表今天 多头两只脚都熄火 多头两只脚熄火 当然今天这个盘就是 一个回档盘 电子股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我们先看行业股的部分 因为今天行业股占比重 也高达39%的一个成交量 钢铁股是2% 金融股是 钢铁股3% 金融股是2% 那金融股反而是比较稳 金融股这段期间以来 一直都是很稳的 你看富邦金 这段时间 今天富邦金跌了一块钱 这段期间大盘跌了1500点 富邦金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富邦金几乎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变化 国泰金也是一样 所以金融股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不像其他传统产业跟 航运股电子股 波动来得那么大 看问的行情 我们看一下今天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钢铁股量又缩 昨天弹上来 今天量缩又跌下去 跌的也不少 大概都有到5%的一个幅度 航运股今天成交比重 占了快40% 可是今天航运股 也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强 因为大家都在抢当冲 大家都在抢当冲的时候 那个变化很快 涨会助涨 跌单也会助跌 今天航股长龙跌3% 阳明跌4% 万海跌2% 所以航股还是在搞当冲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两个指标 群创跟联发科都熄火 那群创外资昨天又大买了 买超又是第一名 涨过买4万张 连刷5天已经买16万张了 已经买了16万张了 那今天拉回来 一样 原本 那其实昨天这根多头出来 这根红棒出来 量其实是还不够的啦 因为前面的攻击量是这么大 那这根红这样的水 水箭又打了回来 那打了回来 也就是攻击的态势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一样缺口 缺口不能补掉 如果这两天缺口还是能够力手的话 那么再站上去 那这个盘就有机会攻了 那当然群创本益比好像四倍而已 只有四倍的本益比确实是很低 所以你说要让它跌到哪里去 其实也有限 你看这段期间大盘跌了1000多点 两个月里落1000多点 它也不过是7毛钱而已 所以群创还是整个电子股 到时候能不能再反攻的机会 群创还是指标 那今天联发科 昨天联发科大涨 今天联发科又吐了回来 很可惜啊 可是联发科目前的指标 已经很低了 目前指标已经很低了 那很低的时候 所以现在就缺再来一根红棒 如果联发科能够再出现一根红棒的话 那么黄金加差就会出现 黄金加差出现的话 那就比较渴望有一波 新的回升行情 那么对于整个大盘的一个带动 指标性 就会特别明显 所以联发科接下来这两天 能不能再出现红棒 也是整个大盘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今天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就是国巨 应该就是国巨 国巨昨天大涨 今天却一开开那么低 什么管音 因为今天一大早出现 网路上出现了一个消息 出现了什么消息 今天一大早网路上出现了一个消息 到早上六点 因为我每天固定在六点左右 会把所有重要的消息都会看了一遍 那我六点多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 结果到七点多的时候 大概七点四十的时候 出了一个消息 说国巨对它的客户在店主的部分 在店主的部分 降价大概十到十五% 所以这个消息在七点多一传出来之后 市场就开始来传 所以大家听到降价 今天一开盘国巨就开低盘了 现在国巨就开低盘了 然后卖亚就开始倾施而出 目前跌到455元 跌了8.5% 那跌8.5%这个消息公司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去证实 那对这样的消息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 那到底对于国巨会有多大的影响 你知道国巨的被动元件 因为被动元件主要分三个嘛 电容 电阻跟电杆 那这三个里面 主要的产能 跟获利来源是在电容的部分 电容器的部分 电容器的利润比较高 那电阻的利润稍微低一点 电杆的利润比重是更低的 那国巨是全球电阻最大供应商 那电容器是第三大的 所以国巨如果说对客户 大陆客户有降价的话 那我们大概估算 对于营收的影响数 应该是0.5%以内 那如果是0.5%的话 那连1%的影响力都不到 那事实上对于整个营收获利的影响 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公司还没有出来澄清 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之间 因为毕竟被动元件的产能四占率 国巨是排行全世界第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两大 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电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 之前国巨在高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去堆 你看两大厂 一个春田制作所 跟一个太阳诱电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我把资料交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你要操作国巨 你一定要对国际之间 整体价格的变化 要很清楚 我们来看 好 今天春田制作所目前是下跌1.6% 那春田制作所下跌1.6% 你知道国巨这段期间从 615元跌到今天450元 已经跌掉27%了 可是春田制作所呢 我今天早上特别算了一下 国巨从7月7号跌到今天 615跌到今天455 跌掉27% 可是同时间 春田制作所全球第一大的 被动原件供应商 从7月7号到今天 几乎只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还小涨0.4% 还小涨0.4% 那国巨反正是跌了27%下去了 但国巨之前跟它涨得比较凶 但起起来就跑去 所以拉回来修正 当然也是合理 可是这段期间国巨跌27%的时候 日本两大厂并没有跟着一起下去 这是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诱垫的部分 太阳诱垫表现又更强 比春田制作所来得更强 这是太阳诱垫 太阳诱垫今天也跌了1.8% 有没有跌 可是没有像国巨这样一跌跌到8% 9%去 它才跌1.8%而已 所以相对走势 因为日本股市今天也跌嘛 那日本股市今天跌了180几点 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垫 股价跌个1%左右 也是正常来 我们来看 这是太阳诱垫 最近国巨从7月7号开始 615跌到今天的455 跌到27% 太阳诱垫是逆势走高 起买5%呢 起买5%呢 所以让看对比国巨的走势 你对比国巨的走势 可见的国巨这一波 跌得也够深了 相对国巨的走势 你看春田制作所是震荡还涨4% 国巨是拉回来27% 国巨拉回来27% 那今天国巨已经破了年线 昨天破年线拉了回来 今天直接开低再破年线 目前指标已经都在相对很低的位阶 450元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450元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这是一个很强的支撑点 我把线画出来给大家参考 正好是之前 前一波下跌的压力线 那反过头来变成压回的支撑线 那尤其又在年线以下 所以国巨如果要守的话 450元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区域 那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 国巨虽然回到年线 可是这一波上涨的时间 反映到下跌的时间 似乎还有一点时间还没结束 所以国巨暂时会维持在 年线上下这里来回的震荡 还有几天的时间 要消化这几天打底的时间 所以国巨400元附近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价格 可是暂时还没有办法直接供出去 因为时间消化还没结束 所以最近可能会在这里来回走 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都会吓到 可是你要记得 你如果要减便宜货 一定要怎么样 当然是要在航行跌的时候才有便宜货可以减嘛 对不对 航行涨的时候你就没有便宜货可以走 可以减了 所以当时在400元 在600元的时候我告诉你 不要去堆 不要去堆的坏 我当时在 回来预期就是在 年线的位置 那现在破了年线呢 那是一个可以慢慢布局的好时机 所以国巨看你啦 你如果还是担心这个问题 那你就多看两天 等盘稳了再说 那你如果想抢比较好的价格点 我个人认为450这里 是一个值得大家开始注意的焦点 这个行情今天打下来之后 注意 刚刚大盘的部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个股的部分可能谈的会比较少一点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 那昨天大涨今天压回 你要减便宜货趁压回的时候减 找中 找中 获利创新高 本益比特别低 然后已经回到链线的 昨天中股票全部都大涨嘛 对不对 那今天压回来 你要减就趁压回来的时候 好下去减 包含国巨也是一样 包含国巨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回来 华硕也是一样 华硕也是 捏线在下面 那这段期间大盘跌了一千多点 华硕其实也是在原地踏步 这种港款的钩票 包含2327的国巨也是一样 好 目前刚破年线 另外8.299群联也是 昨天大涨兼压回 那指标都很低了 所以你要求上下 吃这探钱的公司 正好利用压回的时候 下去布局做便宜货的一个承接 今天敦泰 昨天大涨 那今天联发科跌 敦泰一定会被影响 这净雄的 联发科目前跌28块钱 敦泰今天 目前跌13块钱 那敦泰目前指标也很低了 所以这两天底部打完之后 也渴望有一波回升的行情 这是连勇 刚刚讲到连勇 那敦泰昨天 从跌停拉回到平盘 另类涨停板 那目前指标也很低 那半年线撑住 所以这两天在最后考验 半年线的过程当中 只要一手稳 也会开始上来 那敦泰我时间周期 有大概跟他算了一下 我今天下午的节目里面 我再把敦泰的时间周期 计算的图 再PO给大家看 到时候你看的时候 对整个敦泰的行情走势 应该会有更明显更明确的一个看法 坚天之谷尤其比较大型的 影响还蛮多的 跌带还蛮多的 南地升风 目前在开始打底了 开始打底了 可是大家还要一个月的来回打底期 那升风的走势就 很像我们刚刚所画的那个图形 破例创新高 破半年线回到年线 所以年线这里会熟 熟了之后弹上来大概250 一样还是要再打底一个月 大盘目前跌343点 下半场的行情可以特别注意 因为目前指标的部分已经蛮低的 分线指标已经蛮低的 所以特别注意下半场的一个转折 那下半场的转折一样 群创的带动 群创的带动 因为外资 这五天来买最多的 就是群创 所以群创指标意义 还是很重要的 那联发科也是一样 联发科代表高价股的特色 水下半场看这两只股票 有没有机会做出 板级的行情 好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好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的副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就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